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 环境变迁 生活忙碌 升学工作高压 越来越多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亚健康族群 根据统计 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免疫调节困扰 学龄前幼童更高达一半以上 小毛病缠身 影响生活品质 保护力不足 常常中标 上班的时候最怕接到老师来电说要退货 可能小朋友的保护力比较弱 所以一个重通常全家大小都跟着重 那之前不是流行很多种吗 所以一个廉价回来班上很多小朋友都请假 那我们只好拜托阿公阿妈帮忙带 接着阿公阿妈也跟着重 很多亚健康状态都是身体发出的警示 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地都不断的爆出新的多重抗药性细菌 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表示 抗生素的研发速度还远远追不上细菌产生抗药性的速度 而且流行大爆发的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短 那我们束手无策的状况也越来越频繁 最后还是要回归仰赖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我就是需要宅配一整箱卫生纸在办公室的人 然后就是这样过度摩擦有时候都会就需要查反思零 以前只有在换季的时候会 现在一整年都会 然后看起来都非常的累 或有听人家说要多运动或补充补品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免疫系统是身体的坚强防线 当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预防以及对抗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是天选之人呢 这可能都跟免疫调节以及体质有关系 要做好免疫调节 首先要有冲突的睡眠 规律的生活 运动习惯以及饮食均衡 此外也建议大家可以参考补充β聚葡萄糖 这是前阵子疫情的时候在欧美很夯的成分 在国内外已经有多篇的研究 支持它的免疫调节功效 β聚葡萄糖它是一种多糖体 存在在零脂类以及啤酒酵母等等 选择的关键在于它成分之链的复杂度 并不是萃取的来源越过越好哦 在挑选的时候呢我会关注 第一它是否有小绿人认证 鉴字号免疫调节 代表呢是卫福部审查 有产品安全并且呢具有保健功效 再来啊产品实证的项目数量 功效性是不是足够 例如说实证项目是否包含 有助于促进免疫细胞增生 有助于促进吞噬细胞活性 有助于促进自然杀手细胞活性 有助于调节特异性细胞激素分泌 来自百年发酵大厂 台九升级Beta聚葡萄糖胶囊 取得鉴字号免疫调节 三处近一调节 获得SNQ国家品质标章 国际品质评鉴大赏金奖 在后抗生素效应时代 聚当习累累的傲少年 调节免疫力增强保护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